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全球的现象 那文章一开始他提到说 从某种意义来说 我们可以说现在这个时代是言论自由的黄金时期 因为你可以发现你的智慧型手机 只要在几秒钟之内你就可以登录 而且让半个世界半个地球以外的人看到你登录的东西 每天在全球有超过十亿条的社交媒体 发布在像Twitter Facebook这些所谓社交媒体上面 那任何一个能够用互联网上网的人 你都有可能成为信息的发布者 无论如何 有报告显示大声说话却变得越来越危险 这个论点是对的 根据经济学院的研究 对于言论的限制在全球现在越来越严格 如果没有一个新的抵制的理想或想法 这个世界有可能变得越来越没有勇气 而且变得越来越冷漠 正常来说呢 言论自由目前正遭受三个方面的攻击 第一个是在这个世界上有某些政府正在加强对言论自由的压制 苏联解体之后 俄罗斯曾经经历了一段言论自由的时光 但普京上台之后 如今普京对言论自由开始紧缩 所有的电视媒体都属于国家 由国家控制 你如果是一个过于激进的记者 在不对的时候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你不会被抓 你可能会被磨杀而死 第二个言论自由被攻击的点呢 是我们发现很多非政府组织的人士 正在被以磨杀灭口的方式来实施审查 这个现象是令人非常担忧的 根据墨西哥的报告 在墨西哥有很多揭发贪污腐败的记者 在最近被磨杀 而且在磨杀之前都历经痛苦的折磨 我们到巴格达 你会看到巴格达街头随时有异议分子 被在当街因为他侮辱伊斯兰教而当街处事 更不要说在欧洲法国的漫画家 他竟然在办公室里面被枪击身亡 第三个现象是 个人和团体有不被冒犯的权利 这个观点虽然在过去几十年被广为传播 但是有过度被滥用的情况 本来不管你对任何人的宗教信仰 或是看法有意义 我们都应该礼貌以对 但发展到现在 变成凡事大家都用绝对主义的判断去解读 衍生为政治还有身份的争论 侵犯自由本来就是很主观的判断 你要去监督它的力量也变得巨大而武断 在欧洲和美国有些学生把它过度放大 例如他们不准男人去谈论女性主义 不准白人去谈奴隶主义 甚至最后成为阻碍别人思想的一种想法 因此在现在这个时代有必要重生 为什么言论自由是所有自由的基石 言论自由是抵御坏政府最好的手段 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自由辩论是把好的点子跟坏的主义 分开最好的方式 我们再看看中国 在中国 在毛泽东时期 丝毫的异议声音都会被残酷的惩罚 在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 人们有较大自由去批评政府 但仍然不能去质疑一党专政 但是到近年来 因为网络科技的发达 大众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自由的发达 自由的发表自己的意见 不过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始明显的对此感到不安 因此出手打压言论 中国已经开始加大力度做网上的审查 阻止任何有颠覆性的留言 大陆数以百计的维权律师和社运人士 在最近都受到骚扰或者监禁 大学校园内的辩论自由 也开始受到压制 学生和教师被要求更要注重 或者是研读马克思的列宁主义 在2012年 以色列的美国人 Sam Basel 在YouTube上上载了一部 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电影 透过网络传到中东世界 竟然引发美国大使在利比亚 被暴民打死的悲剧 社交网站令信息可以传送到全球的观众 一方面对言论自由有利 但也促成了更多的冲突 Facebook和Twitter 应该被允许去发布他们想发布的话语 私立大学在法律规范下 你可以去规定学生某些言行 就像某些天主教大学做的那样 不同意的学生应该选择其他学校的就读 而公立大学应该协助学生聪明的成长 并鼓励他们挑战不同的意见 一旦离开学校 因为这个社会会对他们有很多的冲击 他们必须做的是 学会用和平的方式去反击 那这篇文章的结论就是说 对待每个人都有更好的方法和规则 我们永远不应该尝试去压抑别人的论点 我们应该用说明更清楚的方式 去作为你的回答 绝对不要以武力去赢得争论 那只会让你想要尝试的东西越来越难 所以这篇文章的重点不是只是放在政府对言论自由的前置这件事情上面 对不对 相反的 他反而是不同意见之间冲突的处理模式 越来越暴力血腥 这个趋势吗 对 其实他里面有特别提到 就是他为什么认为言论自由现在越来越糟糕 他有提三个论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一般知道说 你说的是政府开始压抑 可他另外也说 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的人士 其实看起来重点是在这一块 没错 还有第三块 他其实在谈的是最近的一些学生运动 全世界学生运动这一块 其实他觉得有稍微放大我们对言论自由的定义 就是言论自由本来是说 我有自由不被人家攻击 但是你放大这个东西之后 你变成也去反对别人有他自己的言论自由 而且不能礼貌一对 就是我的言论自由已经扩大到 我可以用暴力对待不同言论的人 不同想法的人 其实这才是问题 我觉得就是我用暴力去对待 跟我不同意见的人 那个暴力对待的方式 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其实这三点综合来看 我们以前对于言论自由 觉得最糟糕是政府会打压 这是他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其实是一些 本来应该作为中间协调 双方冲突的这些非政府组织 慢慢也开始被压抑 可是最糟糕 我觉得他最后一段为什么要谈校园 其实学生是最年轻 最容易被煽动的 如果在学校教育的时候 就没有教好他 什么叫言论自由 他到了社会之后 其实就很可能会被偏颇的 利的 用我的自由去压抑别人的自由 对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好 接着 当然 这个部分我觉得在台湾的讨论 其实是不够多的 我觉得台湾其实要争取言论自由 就像政府争取言论自由 花了很长的时间 可是台湾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 就是我的自由是不妨害他人自由 作为一个界限 所以我必须要去学会尊重他人 而那个学会尊重他人 不是要改变自己 而是学会我怎么样子 去听别人的意见 而我跟他即便有不同的意见 我也必须尊重他有说这个话的自由 这件事情 我觉得台湾在这件事情上面做的太少了 对 我们常常在那边骂蓝利对立 蓝利对立 你知道为什么是蓝利对立 因为我们两边的支持者都不尊重对方 所以你当然会制造出 就你会创造出 选出 只会 只会 只会压抑对方的政治人物 对 这篇文章里面有两个字 我觉得蛮有意思 刚好发了刚才冯兴提的 他第一个字是polite 就是说尊重 我有言论自由 所以你要尊重我的想法 他另外还有一个字 在这文章里面重复用了很多 叫police 他是把它当动词用 我觉得用到台湾就是说呢 你一旦执政你就觉得你是police 要去压抑别人 可是你一旦在野的时候 你就觉得你要polite 可是两个批呢 台湾又不是把它用得很好 就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现象 对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伦敦金融史 你要挑的是伦敦金融时报谈 社论 国际货币基金 对他其实这一篇 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语词 在骂IMF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 然后呢 这篇文章主要是在批判自由主义 那经济学上的自由主义 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所有的人 包括我这一代 从生出来到现在 觉得最正确的经济思想 那他觉得IMF不应该发表这种言论 而且他误解了自由主义 第一我们并不知道国际货币基金发表的这篇文章 对 你可以稍微的让我们了解一下 国际货币基金是如何的批评了自由主义 然后再来回到英国 伦敦金融时报的这一个评论 为什么会这样子攻击国际货币基金 他这篇文章主要发表之后 他对他自己过去IMF支持的理论 他大加赞扬 可是对两点他提出批判 第一个他说 全世界资本的流动是罪恶的 第二个他觉得呢 就是所谓的财政缩减 或者是预算控制是错误的 那这两点 伦敦金融时报大不以为然 所以写了这篇社论去批评IMF 所以过去经济自由主义者 倡导的就是资本必须要让他有效率的 然后无阻碍的流动 以及小政府这样的概念 那么国际货币基金希望扭转过来 可是伦敦金融时报认为 这样的扭转是错的 对 所以他文章一开始说 被广泛当作带罪羔羊的攻击对象 是一个现在我们所谓的New Libri人 就是要新自由主义 但是呢 你批评他其实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 无论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他提倡的所谓的主动措施 主动措施就是我们过去常看到的私有化 鼓励国营企业私有化 或是被动而新自由主义支持的举措 比如说我们应该让破产企业关门 又或者是一些失败者造出来的后果 这些言论过去我们都认为是对的 但是现在新自由主义 却已经成为很多鲁榜人士批评的最佳对象 很多人都在骂新自由主义 然而如果批评的人是一般人就算了 可是当令人尊敬的国际机构也复合这些批评的时候 我们伦俊华就会觉得 伦俊华就说 我觉得我的智慧被你侮辱了 因为这种令人遗憾的行为在上周发生 国际货币经组织发表了一篇文章 而是在他的所谓的官方杂志上 他质疑自己的新自由主义的倾向 并且得出结论 结论就是一些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并没有促进增长 而是加大了全球的不平等 甚至他认为危及了经济的可持续性的增长 那伦俊斯报认为 这句话中的一些商是意味太过深长 这些IMF的研究部的研究员 在谈到和IMF相符合的政策时 例如竞争 全球自由贸易 私有化 外国直接投资 还有绝大多数国家的稳健公共财政的时候 他们举双手赞成 也就是说他们宣布新自由主义的多数是很好的 但是这篇文章没有批评这些被公认的良好政策 只对两项政策提出质疑 不受约束的国际热钱流动 这是他批评的第一点 第二点 还有过快削减的公共赤字 那伦俊斯报认为 这种狭隘的思想 并不会让我们感觉新鲜或者有什么创新 从近20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开始 IMF就开始质疑国际证券投资的价值 而各国各尽所能的减少财政赤字 则是近10年来的全球共识 或许我们很容易把这些批评 看作是IMF一部分人的幼稚言论 而原谅他 因为这些人不食人间烟火 他帮助陷入困境的真实世界国家 这种凡人间的奋斗 他们根本就不懂 但是 就骂得很凶 但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攻击 是比这个更危险的 他给了世界各地的专制政权 一些借口 这些政权也自诩为反新自由主义的动势 动用国家的全部力量 用无效的经济政策 和极端的不平等在压迫他自己的老百姓 面对这种风险 IMF的文章会引起什么反响 一些不知道这篇文章的人表示非常讶异 IMF怎么会发表这种文章 但是比较了解情况的人 则会表示轻蔑 就看不起 而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纽约Time杂志的一个专栏作家 叫Nomi Klein 甚至在推特上连一个赞都不愿意按 想感时髦的IMF 看来这一次就像是一个中年人 反戴求贸 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可笑 文章最后一点 一段提到 最糟糕的是 为了通过对现有政策重贴标签 而在公关上用这种出奇自身的方式 IMF完全搞错了重点 最为重要的全球经济问题 现在是生产率增长的持续下跌 这有可能危及所有国家的进步 IMF的文章竟然愚蠢到 完全没提到这一点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 所提到的这两件事情 就是包括了热钱快速的 而且毫无阻碍的在国际上流通 其实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 这是造成贫富不均的最重要的原因 但是他的文章里面论点其实有两个 第一个说一般人谈 或者是鲁莽的人士谈 OK 因为大家看到的情况却是这样 可是你作为一个IMF的国际组织 有公信力的 其实你不能 就是有点像华众取宠 也跟着去喊这个 所以他里面有提到 在后面说 你用这种出奇自胜 标新离异的方式 其实是不符合你身份的 第二个 其实后面这两样东西 他会觉得 他后面两个东西是 治标资本的一种解决方式 真正的原因跟头 是生产率的下降 才造成国际热钱到处流 因为主力 还有各国要开始削减赤字 所以他觉得 其实真正全世界的问题 其实是生产率的下跌 所以其实我觉得 伦金融时报 其实并不是说 IMF这个论点是错的 而是说你的身份不适合 而且你没有找错 没有找对重点 重点是应该先解决生产率下跌 我们再去讨论 为什么后面会有 这两个情况发生 好 所以他不觉得 现在的关键在于 热钱的流通的毫无阻碍 他也不觉得问题是 出在这一个 其他的问题上面 他觉得问题 只有在竞争力 这件事情上面 是的 他为什么要提 Naomi Kren 因为这个人 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 很有名的畅销书的作者 No Logo 我们曾经介绍他这一本书 对 然后他也写了很多文章 所以在西方的一些 所谓的作者圈 或者是一些 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里面 他在Twitter上面 按赞或者批评 其实是被大家当作一个指标的 因为他其实算是 全世界反资本主义 反全球化 最代表性的人物了 对 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 No Logo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也正是因为 他其实代表的 就是那个反全球化的 一个很重要的经典著作 这样子 所以这位作者 其实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只是觉得说 当他要 特别用Naomi Kren 这个人来代表说 你国际货币基金 提了这一个方向 比如说你认为 财政支出应该要 不应该这样子缩减了 然后就走大政府主义 其实是左派人士 希望现在的 全世界的走势 可是 英国金融时报 有点在嘲笑 国际货币基金说 你现在提这两点 同意你这些主张的人 连赞都不愿意 都不愿意按赞 这样子 对啊 就是说你 似乎也没有讨到 这些人的欢心 这样子 是的 可是竞争力提升 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 它其实是矛盾的 因为你知道科技 越来越进步嘛 互联网越来越发达 其实人就会变懒嘛 人会变懒的话 其实你每个人 以每个人去算的生产力 当然就会降低 所以我会觉得 现在其实所有的政府 应该去想的是一个 你不管说叫转型也好 不管叫 叫做另外一种形态的去 表达 这个所谓的生产力也好 其实这个是要动脑筋的 所以我其实 上次我们在节目中 有提到一个文章嘛 包括GDP 你现在没有办法衡量 什么叫竞争力啊 对吧 那既然没有办法 去衡量真实的竞争力 你就要去想 那真实的竞争力 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用传统的思维 传统思维就是数嘛 我有多少工厂 生产出来的货品 有多少人买 然后加起来 那叫GDP嘛 对 对 那个很多东西 已经变成抽象了 尤其服务业 所以现在还真是应该要把 那个GDP的那个 那个本质 就是真的对人的生活品质 会改善的那个GDP 拿出来好好地检讨一下 对不对 好 当然不容易 因为每一个国家的状况 不太一样 比如说你说 已开发国家 它对于GDP的那种计算模式 跟开发中国家 甚至于像我们这种 介于 我认为台湾是介于 已开发跟开发中国家的 这样的国家 它那个GDP里头的结构 又应该要如何地调整 我都觉得 其实经济学家 应该要花一点心思 在这上面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 比较好的指标 作为政府在施政的时候 的一个重要参考 最后我们来看 经济学人这一次的 中国片有哪些文章 对 这一次总共有五篇 然后这五篇文章 我觉得都还不错 分别呢 在亚洲版有一篇 在中国版有两篇 然后在财经版有一篇 还在科技版这边 也有一篇 OK 对 那我们今天选读的是 财经版谈中国的货币政策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亚洲篇谈的是什么 OK 亚洲篇这篇谈的 它其实下的文章 标题也蛮有意思 它叫做 两个笼子的对话 它所谓的两个笼子 DAVE 就是中国跟美国 就代表说 两个人是沟通不良的 那这篇文章一开始 它是引述 新加坡一个外交官 叫比拉哈里 最近在一个公开演讲 他曾经说 大陆和美国的关系 其实决定了 整个东亚的战略气候 这两个国家稳定的时候 东亚很平静 关系不稳的时候 东亚不可能安宁 那事实上 从1972年 尼克森访问大陆以后 东亚的整个情况 就一直没有平和过 那他特别刚提到 我们大概知道他提什么 就是大陆最近三年 在南海的争议 让周边的国家 都非常的烦恼 开始往美国那边靠 然后美国跟中国 又互相控诉对方 把南海的军事化 那大陆坚称赵岛是为了民生 他大陆的战机 又逼近一架美国侦察机 主张有必要在人造岛上 要开始建立一些 国防的防御措施 但美国又不敢激怒大陆 所以这篇文章主要在谈 他们两个之间 就中国跟美国之间的沟通 看起来是遥遥无期 而且是非常难 所以东亚的peaceful 其实也是非常难去寻求的 会啊 川普单选了 东亚就平和了 对啊 好 我们等一下 你知道今天有一则新闻 非常有意思 因为现在呢 这个 这个印度总理穆迪 他正在美国白宫访问 正在美国访问 然后他拼了命 一直在跟美国签协议 因为他知道说 如果川普当选的话呢 那他再想要签任何协议 就不太可能了 所以他就拼着在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之前 拼命的跟美国签协议 背后的原因就 因为川普当选之后 很可能就是整个美国走向 闭锁主义的一个开端 那他不可能再往亚洲扩张的话 他们真的有可能会认中国 在亚洲为所欲为 对啊 所以我一直说 这是今年最大的变数 好 那中国片里头还有哪两篇 中国片的第一篇 大家知道这两天 在中国最大的大事情是高考 就是台湾的大学联考 所以这篇直接在批评 中国的教育体制 其实是越来越不公平的 然后文章里面 大概就提到说呢 其实中国为了让更多人 参与高等教育 从1997年以来 在教育的投资已经增加了五倍 大学也增加了两倍 在1988年的时候 只有46%的人可以进大学 现在是88% 每年700万的考生里面 有三分之一 可以顺利进入他小选择的学校 但是中国的社会变化 改变了很多东西 在1993年有40%的 这个学生是来自农村的 现在几乎都来自城市 这表示农村教育 遇到了困境 城乡差别让农村小孩 失去竞争力 城市投入的教育资源 高过乡村 而城市小孩更愿意花钱 在投资小孩的教育上面 还有过去的经济发展 让农民工进城 所以留守儿童的问题 越来越大 除了营养不良 他的教育也没有人辅导 一旦进入职场之后 很多都面对了 所谓的变坏的一个情况 中国政府也尝试改变 这个不公平 但既有利益者 非常的抵触 上个月 中国宣布 12个省的招生民额要变化 就引来了大规模的 第一次家长上街头 这就是 两岸之间 其实这样的问题 都很严重 就是因为 它只能够让 一部分的人上大学 然后家长又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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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非常多的非常 已经不止三个了 重视 就是你上哪一所学校这一件事情 所以当你 刻意的去扶植一些 可能比较资源弱势的人 然后他能够上大学 相对资源强势的家庭就会反弹了 对 这很难解决啊 你知道我们就连原住民加分 其实都是有人 都是 都是有人在抗议的耶 对啊 那可是在台湾 原住民的 的那个资源弱势 不是非常清楚的吗 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传号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是我们的老朋友 丁学文 丁学文带来的 经济学人中国篇的第三篇文章 还是在中国 他们的那个 中国的那个栏位里头吗 对 在第29页 那大家知道上礼拜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6月4号 六四天安门 那六四天安门 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一代的人 可能都已经淡化 那很奇妙的事情 经济学人把它当做第一段 大家知道6月4号 当天上证交易指数 你如果在百度上面 或在网络上 是查不到它的指数的 因为当天指数下跌 64.89点 6月4号 1989耶 对 然后六四事件嘛 所以下跌64.89 结果你现在很诡异 你到Google跟百度上面 打6月4号指数下跌多少 全部被封闭 没有 这么神奇 没有 所以代表其实 虽然大家都淡忘了 对中国政府来说 这还是一个 不可以谈的经济 然后呢 这篇文章 你真的觉得全世界有淡忘吗 我觉得还是没有 好好好 OK 我觉得中国很多 8085后的 其实真的不知道 那是什么 他们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因为你查不到任何东西 真的不知道 OK 然后他这篇文章 就谈到另外一个重点是 其实香港是全世界 唯一最积极 纪念六四活动的 那在香港有个六四纪念馆 坐落在香港九龙区 一个不起眼的办公楼 第五层 非常小 但是呢 最近 他们后面的 这个所谓的港支联 被房东指责 因为把房屋 用于公开展览 违反住任条例 要把他们赶走 那所以呢 他们相信 这是中国政府的小动作 他们也准备去办 但是不管怎么样 其实六四天 他们在香港的纪念活动 规模也越来越小 比如说今年5月29号的大游行 人数只有去年的一半 而且已经创了新 今年的新低 那这个所谓的六四博物馆 去参观的人 也越来越少 那我们今天要细谈的是 第67页的中国货币 另外还有一篇 是在科技版第73页 对 我很好奇 好奇哪一篇 科技版 科技这一篇 因为我很好奇说 经济学人会在科技篇里头 特别谈论中国的什么事情 OK 他谈他的所谓的科研的进步 但他的标题写得很难听 他说造假官僚 还有重量不重值 仍然在阻碍中国科学的进步 不过也有一些正面的 他里面就去引述了 经合组织的一个报告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对 就2000年以来 中国的科研经费 占经济的比重 已经翻两倍 2014年达到GDP的2.1% 其实跟富裕国家是差不多的 因此经合组织认为 到2019年 中国会成为全球研发经费 最多的国家 而以他发表的 英文科研论文而言 中国现在仅次于美国 他的论文年产量 增长20% 另外北京大学一个研究发现 中国科研的论文 被引用的次数也增加了 2011年 在最被常引用的 1%的论文中 美国科研的文章 在全世界 是中国的三倍 可是大家知道 15年前是15倍 所以中国 其实在这一块 确实有着力 但是 因为学术诈期 因为官僚主义 还有对于数量 不重值的痴迷 还在阻碍 中国的科学进步 所以经济学认为 中国真的要成为 科技领军 还有一条长路要走 我同意 我觉得 当然 其实 要说他现在 没有什么造假 什么的 都不可能的 可是即便这里面 有太多的灌水 造假 等等等等 全部通通加荣起来 他的成长 是你不能够小看他的 没错 更何况 他这里面所 呈现出来的数字 你就算扣掉 一大堆的灌水好了 我要告诉各位 他也比台湾来得多很多 就连比例 都要来得多 所以我们要加油 不要再老是以为 高人一等 真的 因为人家已经花了 那么多钱去研发 然后我们还自以为 我们领先吗 我觉得这就是 我们要去注意 就是你不要只是去 看笑话 因为就算你看笑话 你都不能够阻止 他的成长 好了 对不起 这一篇 接下来你要好好谈 人民币 是的 这篇是在67页 它的标题写的是 Bending Not Breaking 就是说最近其实大家知道 中国人民币在贬值 他觉得是被压抑下来 而不是真正的破地 那这篇文章一开始 他提到说 所以他的意思 他认为人民币贬值 是中国官方故意的吗 对 但是整篇文章正常来看 他觉得对中国官方 这次在主导人民币的变化里面 他是给positive 给正面的 OK 那文章我们看一下 他一开始提到说 今年年初 大家还记得 有很多的现金涌出中国 很多的对冲基金 去对赌人民币会跌 当时很多人认为 政府的外汇存底在缩水 会迫使人民币大幅贬值 只是时间的问题 而在一些公开场合 中国官员 对这些都嗤之以鼻 那最近有一篇 官 党媒 就是环球时报 发表了一个头版的条文 他写说 你们想向中国货币宣战 嘻嘻 就是耻笑他们 不过私底下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政府还是非常认真 对待这个威胁的 中国在很多条战线上展开反击 同时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干预 还有支撑人民币 并收紧资本管制 这场战斗到目前为止 还是中国占优势 因为现金流出已经开始放慢 人民币汇率也回到了 一月初的水平 不过 中国政府表面上的成功 提出了 提出了两个让我们担忧的问题 第一个是眼前的担心 就是FED再次升息的时候 人民币能不能保持稳定 对于中国支撑人民币的 所有强力行动而言 它最大的有利因素 应该说是外部的 就是FED其实态度 又开始改为温和 年初的时候 投资者已经做好 FED要加息的准备 并相信这会把 本来已经强势的美元 推到更高 但市场的一些波动 还有一些疲软的数据 让FED缩手 这种克制 挤注了美元的升值 让其他货币又变得诱人 人民币是一个明显的受益者 在二月中旬到三月中旬 它对美元升值了2% 喘息的时间很快就会结束 FED的主席 叶伦五月底表示 很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会加息 美元可能开始会对 包括人民币在内的 几乎所有货币升值 从五月三十一到六月一号 我们看到中国央行 让人民币的汇率 创下了五年来的新低 这对中国的出口业 或者是好事 但令人担心的是 这会让政府始终压抑的资本外流 再一次的被启动 然而相比于半年前 中国其实已经具备好了 比较好的抗压力 资本拐制继续在有效实施 投机者的操纵空间已经被压缩 由于房地产市场的反弹 中国经济本身表现不错 即使FED在六月或七月升息 一般预料 它也会采取渐进而谨慎的方式 美元走得不会太强 CMB的一个咨询公司的 一个研究员叫张璐 他就说 在这个背景之下 人民币顶多是软着陆 不可能下挫太大 第二个我们要关心的是 有关中国互盘人民币的问题 它是不是已经放弃了 人民币的改革 多年以来中国始终把人民币紧定美元 并限制它的浮动 但去年八月 中国央行引入了新的汇率管制 它仍然以美日为基础紧定美元 但浮动区间变成上下百分之二 而且取决于两个因素 前一天的收盘价和一栏货币 而不是只有美元 假设这个改变真的确实执行 市场会开始扮演比较吃重的角色 实际上中国央行 仍然保有一定的影响力 它可以藉由直接干预 影响人民币对美元的变动 或者要求国有银行配合 在决定每天的人民币汇率上 它可以选择是否针对美元 或一栏货币去符合它的目的 那也是它一月以来一直在做的方式 也就是说当美元走弱 央行会盯住美元 让人民币对一栏货币走弱 当美元向最近几周走强时 它会让它相对美元显得弱势 它可以限制它对一栏货币的升值 那这些做法其实都非常聪明的 换句话说 中国央行几乎不可能放弃对汇率的管制 但这并非说改革没有意义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 相对以往已经比较接近前一天的收盘水平 这两者的变化已经从两年前的0.06 缩小到0.009 更重要的是相对于一栏货币 人民币我们看到变得越来越稳定 它的水平几乎与2015年的年初一样 整体来说 中国的改革措施已经赢得了市场 和交易员和分析师的信任 当然相对于开放整个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中国还有一些路要走 但他确实已经做了他曾经promise的事情 就是他没有真的把操控作为唯一的政策 对不对 他其实尽可能让他贴近市场 可是贴近的方式不是贴近美元 是贴近一篮子货币 对 这是我们在台湾在看待人民币的时候要注意的 其实我也注意到说 像他昨天所公布的外汇存底 那如果说是用美元来计价的话 是减少了200多亿美金 可是如果是用国际货币基金的SDR特别提款权 那特别提款权就是一篮子货币了 虽然那个篮子是重要的国际货币 包括了美元欧元英镑还有人民币 但如果用一篮子货币的话 它是微幅增加的 没错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中国大陆 我们在看待他政策的时候 都不要小看他的决心 当他那个决心出来的时候 这中间的路再添薄 再是天堂路 他都会往那条路走 对 而且我不知道凤馨你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人民币 它除了 我们现在在台湾 你比如说在夜市可以用支付宝 你到ATM可以取人民币 以前我们习惯到国外是拿信用卡取美元 对吧 其实那个费用是比较高的 你现在用银联卡 就大陆的银联卡 在台湾用 其实比较好用 而且手续费比较低 那更可怕的是 其实以前我们都不在乎人民币的变化 可是其实现在 以前台币主要是跟着美元 可是其实现在央行为什么越来越难做 他还要看人民币 因为三角关系是越来越复杂的 他不只看人民币 他还要看韩元 对啊 他现在其实我自己看 那个中央银行的操作 他看美元的比例 已经降很低很低了 他主要是看韩元跟人民币 不过最近的走势是确实 他看人民币的那个比重 比看韩元的比重来得高很多 怪不得那个彭总才头发越来越白 彭总才辛苦了 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丁玄 带来这几篇文章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哇 家里怎么这么多硬币呀